这喝了醒酒瘾 酒瘾应该消了吧 基本上闻不着酒气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熏着它 怎么还不醒呢 皇后娘娘累着了 多睡会儿也好 娘娘 娘娘 醒了 皇后娘娘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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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醒了 如意 如意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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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如意 你醒了 怎么了 都笑什么呢 你玉玺了 姜玉玺 皇后娘娘安心 您因为太像出现 所以受命的症状不明显 但是从脉象看 却是玉玺有月余 真的 一致你 姓小凯 你不停 解决的 然后我 不停 我 晠云 也就是 因为我 成了 女婚 不停 他们们的手里 What do you want 那些我 你得救进来 那就好 你们都下去吧 这 又想告退 如意啊 今日在永寿宫 真是喝酒喝过头了 臣妾若不是怀了身孕 皇上还和臣妾置起呢吧 你别生朕的气了 孩子也会跟着不高兴的 你也知道 朕不是一个贪隐之人 也不是一个不顾朝政之人 朕喝鲁邪酒 无分是近来觉得 身伐体虚 想要身体强健罢了 也就可以破了 青天剑所说的 与十二个相刻一说呀 皇上啊 您太在意天相之说了 皇上正值壮年 这些日子 也就是朝朕繁忙 给累着了 盐一用药好生保养 就会好转的吗 朕虽然正值壮年 但皇阿玛 也是正值壮年的时候 骤人离世 这几日啊 朕常常梦到皇阿玛 想起来就心惊 先帝是急于求尘 才无始的静丹 其实立刻见孝的东西 最伤人根本的 好 朕知道了 你安心养胎 给朕生一个皇子 比什么都要紧 臣妾自然会好好养胎 可是后宫的事 臣妾也不能不怪啊 令妃 她妖肿媚上 确实是做错了 这样吧 从今日到咱们孩子满院 朕把他们的绿头牌 都给撤了 不许他们拾起 如何 皇上爱惜自己的身子 就是对臣妾最好的考量了 这有寿宫是个什么邪门地方 这皇后是万年不曾玉玺的身子 怎么偏贵在有寿宫外面就有了 就是 听说皇后娘娘玉玺 皇上恼了令妃他们了 都不许他们侍寝了 令妃这个贱婢 当年没处置了她 是本宫心软无忧 如今赶在这个节骨眼 皇后又遇袭了 谁还会疼惜本宫的孩子 朱儿 只要您生的是个皇子 谁能不疼惜咱们 皇后娘娘这一胎 是男是女都不值 女儿要是没用啊 一定得是儿子 一定得是儿子 李欣 是 如今本宫胎相已稳 皇后又怀着头胎 无暇顾起本宫 你去转告皇上 就说本宫怀着身孕 请求安胎掩护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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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立北娘娘在叫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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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冤枉啊 立北娘娘 你这是做什么呀 皇上 您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 皇上听臣妾解释 皇上 立北娘娘 皇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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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臣妾已经侍奉皇上 不知错在何处啊 那你觉得是朕的错 皇上当然没错 那是皇后的错 臣妾不敢 那就只能是你的错 自己的错自己担任 皇上 皇上 立北娘娘 你快起来吧 立北娘娘 臣妾冤枉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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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妾 本宫真的有身孕了 当然了 娘娘 您今儿 吻了千八百遍了 不用喝左大药 就这么顺利地有了 您这是高兴坏了 本宫不是高兴坏了 本宫是不敢相信 您有了孩子 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 那就好了 您怀的是嫡触的孩子 皇上高兴去封仙殿 即可列祖列宗了 本宫和皇上的心结 倒是结了 只是皇上这阵子 担心变老的心结 不知能不能过得去 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 皇上今儿 不是已经答应娘娘 不再喝鹿雪酒 好生调养 直到喜讯后 高兴成内反过呀 皇上 一定会珍重龙体 振作精神的 但愿皇上能明白 年岁渐长 身体渐弱 也是在所难免的 和秦殿渐所言的父子相克 又有何干系呢 皇上会明白的 娘娘 您这胎来得不易 王后得更加珍重身子 别再想那些了 早些安置对龙太有益 睡了 皇阿玛 继后乌拉那拉施玉玺 儿子 终于可以再添一个嫡子了 儿子到了这个年岁 不知怎么的 对于生老病死 竟也畏惧起来 但无论如何 儿子会振作精神 不再互卫 也会好生地保养自己 好 皇上 启祥宫来报 家贵妃玉玺三个多月了 请求停了制化经番 好生养胎 真的 太医已经把锅卖了 应该不会有错 这是好事啊 确实不能让家贵妃辛劳了 朕把这个消息告诉皇后 是 江太医给您开的药还好吧 药效是慢了些 但情况有好转 人也觉得精神多了 那就好了 皇上 皇后娘娘 家贵妃到了 轻药 秦妃请皇上 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谢皇上 家贵妃玉玺三月 子嗣为伤 就不必再制化情番了 臣妾谢皇上 谢皇后娘娘 皇上 上回臣妾痛施九二个 这次臣妾肯定好生养着 不敢再有错失 你明白就好 是皇后宽容 顾念你们母子 才宽佑了你 臣妾记着 皇后娘娘宽佑之恩 朕去慈宁宫请安 家贵妃你好好养胎 是 恭送皇上 皇帝可叛嫡子 皇后遇袭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也是大清的福泽 皇后这把年纪 怀了头胎 万万得要仔细呀 皇娘无需操心 宫里上下 都会仔细照顾好 皇后这一胎 皇帝重视皇嗣 哀家关心皇后 也是应该的 只是下回 不要再闹出 前日永寿宫那办事了 儿子知错了 劳皇娘费心 皇家以子嗣为重 伺候你的人 还是要沉稳些得好 如今 皇后和家贵妃遇喜 纯贵妃和婉平的年纪 也不算小了 淑妃产后不调 于妃又久不逝寝 令妃和庆贫都受责 这偌大的后宫 竟然没几个 可以伺候皇帝的人了 这历年来 各王府都有挑人进来 各部也有进些女子 可儿子一直料在圆明园 没与理会 这些女子动机多半不纯 没准还招个眼线入宫 是啊 谁愿意各个眼线在身边呢 皇帝登基后 不曾选秀过 如今后宫人这么少 天底下最顶尖的姑娘 都该到紫禁城来不是吗 儿子原本不想大费周章 可如今想着是该选秀了 皇娘无需操心 这些事情 户部还有内务府的人会操办 皇娘安心即逝 若无事的话 儿子先行告退 恭送皇上 傅家 你瞧瞧 这皇帝和哀家都疏远到什么份上 皇上疑心重 与其如此 太后倒不如丢开了手 一样天年为好 到底是多年的母子情分 不想竟成这样 这天子心性皆如此 谁又能奈何呀